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19日 已經是星期三 跟大家跟進俄烏的戰爭 俄羅斯 大家都知道 跟大家說過關於 俄羅斯軍隊的兩個綽號 第一 俄羅斯的飛機 空軍 戰機 被譽為飛天棺材 即是說 即使他未遇到敵機 也很大機會會自己 跌下來 所以 有飛天棺材的美語 在上面的飛行員 隨時有機會死亡 又或者一上飛機那一刻 他就可能面向死亡 另外一個綽號是水底拖拉機 這是說他的潛艇 性能十分差 不用用聲力探測 用耳朵都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意思是他很流很差 這次 飛天棺材又一次印證了 我們的說法 絕對 是事實 及事實之全部 清深直說 並無虛言 怎麼這麼說呢 俄羅斯一架蘇34戰機 墜毀 但是他是撞向民居 估計最少有13人死亡 而兩個飛行員就彈射逃生 人家叫人衝就自己鬆 飛機剷下民居 死了十幾人 自己沒事 俄羅斯塔斯社 18號 引述俄羅斯緊急情況部門 代表 已經有13人在事件中死亡 包括三名兒童 另外19人受傷 這個代表說救援人員已經完成清理延長瓦的工作 救出68人 另外有360人疏散 你想想一架飛機撞到民居 多嚴重 很多街人受了波及 網上流頻的相片顯示 產生巨大的爆炸火球 有17個單位被波及及起火 火牆面積達到2000平方米 火勢之後被兇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 涉事的是蘇34戰機 當時進行飛行訓練 其間一個引擎起火 所以俄羅斯 每一次 他其實 死於被擊落 其實不多 反而是演習的時候才死得多 這個情況跟中國的戰機一樣 中國戰機 其實每次都是一樣的 都是 演習的時候死最多人 打仗的時候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不會出動的 因為知道自己留的 讓人們不會出來出醜 所以飛天棺材又一次證實了 我們繼續跟進一下俄屋最新發展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月費贊助我們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又或是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看我們片尾 這個VPN的介紹 多謝大家支持 經濟如果一般都不要緊 經濟如果一般都不要緊 我們也說了兩年 奉行這個免費模式 大家幫我們點擊廣告 幫我們share我們的節目 給身邊的朋友 多點在節目留言 也可以幫助我們增加收入 多謝大家支持 剛剛烏克蘭宣布 跟伊朗斷交 因為伊朗提供大量的無人機 給俄羅斯 令俄羅斯 空襲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的防空系統 當然是發揮到功效 不過 沒有辦法 完全把這些無人機 搞定 所以 當 烏克蘭跟伊朗斷交之後 以色列 出來 即時就說 你跟伊朗斷交 我就給你 給一些無人機 以及應該會提供一些防空的武器 給烏克蘭 烏克蘭如果得到以色列的先進武器 估計接下來對於防空的效用 就大很多 我們會看到 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update的消息 就是瑞典的媒體發佈 北溪天然氣管道受損的情況 德國調查人員 就說現在雖然沒有 完全百分百的證據 但是 認定這次很大機會是俄羅斯在後面搞鬼 目的 其實就是想加重 歐洲的分化 即是七雙權利 雙人三分 雙己七分 你自己炸了自己的北溪 想著嫁禍美國佬 又或者分化歐洲 但是現在 被人查出了 俄國佬其實也是專門做這些壞事 經常做一些插裝嫁禍的事情 這次 烏克蘭也得到芬蘭軍方的先進武器 原來 芬蘭提供了一些很先進的手榴彈給烏克蘭軍方 另外說回烏克蘭總長澤林斯基 他發文痛批俄羅斯 對烏克蘭進行恐怖攻擊 針對烏克蘭的能源 以及關鍵基礎設施 烏克蘭最近被俄羅斯攻擊了30%的發電廠 這件事 表明了 他不會跟這些恐怖主義政權談判 現在是沒得慢的了 一定會繼續打這場仗 不理你有沒有那麼說 另外一則消息 就是應該俄羅斯方面發放出來的 影片顯示俄軍 派出大約170架主戰車 多達100門口徑超過100毫米以上的火炮 超過200架裝甲車 以及9000個士兵 經由鐵路 運軌到白俄羅斯 後續有甚麼要做暫時未知道 不過傳出 白俄宣布 對這個 有軍事威脅的地方進行先制裁措施的權利 估計 俄羅斯應該將這批 軍隊運到白俄 準備向烏克蘭發動攻擊 當然 俄羅斯舉動發放影片的目的 很明顯是想讓外界看到 他們仍然很強大 可以有很大的組織能力 也有龐大的裝甲兵團 這個裝甲兵團的數量 估計有五個戰術的群 戰術群 應該是 應該是一個團 一個戰術群 我們就看看 那麼大規模的火炮 那麼大規模的裝甲車 是不是很大戰鬥能力呢 其實就不是的 越是多這些裝甲車在一起的話 那麼其實呢 尤其是主戰車 連裝甲車幾百架 正正式式 很方便 烏克蘭的 這些無人機 或者現在的海馬斯系統 將它進行為籤 其實現在的裝甲車 基本上在戰場上實際的作用已經不大 他們往往是會成為西方先進武器的活靶 去到哪裏 被人炸到哪裏 相反 反而現在的導彈是烏克蘭最大的死穴 因為現在烏克蘭的防空力量相對也不是很強 所以 跟以色列的關係 最重要的是 以色列也是很縮骨的 不是到最後時刻 不是到俄羅斯 跟伊朗走得那麼近 他們也不肯 承諾援助烏克蘭 到了現在 以色列也會令人救病 就是你到了現在 才肯援助烏克蘭 又要跟伊朗斷交 那麼如果 當時俄羅斯找你 那麼你是否打算跟俄羅斯友好呢 在納粹時期 你受著納粹人的迫害 被人大屠殺 現在烏克蘭面對跟你差不多的處境 你就袖手旁觀 這個 我對以色列也十分不滿 但是 現在沒有辦法了 大家都知道 打仗是要求人的 尤其是烏克蘭現在的處境 當然 他們已經向以色列尋求多些防空的導彈 因為 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先進的 因為每天都要面對 來自加薩地帶 來自哈馬斯 或者是敵對力量的空襲 或者是飛彈 或者是火炮 他們在加薩地帶 就這樣托一個堅托式 就可以射到以色列 所以 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是全世界最先進的 烏克蘭軍方已經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了 要求 即是希望 以色列提供了鐵窮系統 這個鐵窮系統 可以說真的是 固約金湯 所以如果真的拿得到 就可以為烏克蘭的防空系統做得更加好 因為現在 其實不是怕他們的裝甲車 戰術群也沒有用的 你推進也推進不了 最麻煩 就是 來自俄羅斯射過去的導彈 因為你的巡航導彈 不是說攔截不到 攔截到 但是 那個成本 一來好創意來 你也沒有辦法百分百攔截 人家寫100顆下來 讓你攔截70顆 你也有30顆重彈 這30顆 就會造成很大的人命傷亡 現在那麼多的電廠 那麼多的民居 有些不同的地方被人炸了 就是來自這些長坪導彈的 所以 防空力量是 現在他們最主要要解決的問題 這一節我們暫時就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會跟大家報更多烏克蘭的局勢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展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那就是有Discount